宣讲的本质是一种演讲 但是它除了具有一般演讲的共性特征外 还具有鲜明的政治性、思想性、目的性和时效性 一场内容与形式交相辉映的宣讲 需要宣讲者在宣讲过程中学会讲述故事 创新表达方式 扣紧时代脉搏 并最终实现价值传播 那么我们今天就来欣赏宣讲作品 让锦辉意义闪光 作为特警 我们的使命是守护平安 2015年3月4日 根据公安部的统一部署 派掉长沙特警赴反恐一线新疆喀什 执行反恐维稳任务 我踏上了守卫边疆的征途 在喀什 我主动放弃了所有轮休时间 从零下十几度的寒冬到四十度的酷暑 每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 一百一十个日日夜夜 我带领队员完成二百六十五次呼啸 三百多次卡点盘查 参与上百次演练 完成五十多场次重大警保卫任务 在我们的坚守下 喀什没有发生一起暴力恐怖事件最长时间 延长至一百一十天 我被公安部授予个人一等功 我和我的战友们用实际行动兑现了出征的誓言 那就是忠诚勇敢 不如使命 2016年中秋节前夜 星城长沙张灯结彩 两声凄厉的枪声骤然响起 接到上级指令 我迅速带领队员追捕至嫌疑人藏身地 为防止嫌疑人逃脱 在商定具体行动方案后 决定安排一名队员单独站在面对门敞开的一侧 嫌疑人带了枪 这个位置可想而知 中枪受伤的几率会非常大 我来 这是我在执行任务时习惯的回答 在伏击守候将近五个小时之后 强攻命令下达 我迅速冲进房间 避开枪口 将嫌疑人制服在地 那一刻 我与死亡也就差那么一声枪响 很庆幸 今天我能完整无缺地站在这里 15年的特警生涯 赴四川抗震救灾 赴新疆维稳 赴岳阳 诸州 永州 湘西楚突 参与公安部 省 市 督办案件处置 完成许许多多重大警报为任务 骄傲的是 我们用实际行动 让警徽一一生辉 本节课主要从故事讲述和表达方式上 看看它是如何用宣讲的形式实现价值传播的 学会讲述故事 宣讲中常用的叙述方式有以下两种 一是以典型设计为基础 以宣讲者客观叙述为主 用事实说话 二是宣讲者以我的视角 讲出轻言所见 轻声所感 以警务 动作 语言 心理的描写 转述故事内容 很显然 这篇作品使用的是第二种方法 通过叙述自己的事迹 自然地将听众带入到自己的环境中 产生代入感 一个值得宣讲的人物 一定有值得聆听的故事 什么样的故事才值得在宣讲中 为听众呈现呢 一则精彩的故事 应该至少具备三个特点 听得懂 记得住 有共鸣 这篇宣讲作品中 宣讲者讲述了三个故事 在训练中的努力 在喀什维稳工作中的责任 与在中秋任务中的勇敢 故事叙述有简有凡 有轻有重 通过对细节的描述 打动人心 宣讲者通过自身的事迹的宣讲 让听众能够感受到特警工作的危险 以及特警们守护国家和人民的责任与担当 让听众能够深受感染 产生共鸣 在讲故事的同时 对故事也加以评述 有序有益 夹序夹益 让简单的故事有了哲理的意味 从而让主题升华 启迪人心 在这段文字中 我想 当我们的危险大一点的时候 老百姓的平安会更多一点 不仅是事实的评述 同时也吐露了自己的心声 让宣讲主题更加深入人心 二 创新表达方式 一场震撼人心 启迪人心的宣讲 需要科学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结合 在这篇宣讲作品中 宣讲者是怎样巧用表达方式来进行宣讲的呢 在故事的叙述中 朴实的口语能够使文章平易近人 更突出人物的特性 本篇宣讲作品中 宣讲者没有用过多的华丽辞早 而是进行了多次的心理描写 让故事简单易懂 但又不乏生动 具有极强的感染力 在这段文字中 宣讲者用朴实的语言 描绘了受伤后的无助 同时通过 我无法接受这摆在面前的现实 是放弃 还是努力再拼搏一把 等腿好一点了 我先慢慢完成一次 一次不行 休息会儿再来一次 还不行就再来 我坚信 我可以的 这样一段心理的描述 让听众能感受到宣讲者 永不放弃的精神 在这段文字中 在喀什的日日夜夜 我提醒自己要时刻做好战斗准备 任何时候 无论任何危险 我都要站在所有队员的前面 通过心理的描写 表达了宣讲者作为队长的责任感 同时使用恰当的修辞手法 可以增强宣讲的可听性 生动性以及感染力 在这段文字中 从部队到公安 变化的是容装 不变的是为国奋斗的理想 变化的是战场 不变的是为民服务的忠诚 此处的对比与排比 继续整齐 气势恢弘 层层递进 表达了宣讲者坚定的信念和信仰 当然 在现代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 利用科技手段 媒体技术 为宣讲增光天才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 总的来说 一个成功的主题宣讲 应该恰当地运用多种表达方式 要贴近时代主题 要使人感同身受 要具有思想价值 唯有如此 才能使宣讲 在讲好故事的基础上 真正实现感染人心 震撼人心 深入人心